所以你看那个我们师父上人老和尚 他不是讲了一个故事吗 就是在六和园香港 六和园里面有养了一只猫 这一只猫呢 只认人 只认房子不认人 老和尚啊 猜啊这只猫啊 一定是这个以前这个房子的主人 放不下舍不得 所以所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出生作为一只猫 因为他老和尚住的这个房子呢 已经属于第五代的 所以你要小心哦 你所住这个房子将来你会生在什么 蚂蚁啊张蓝啊 真的啊你要小心 房子也不是你的啊 你看那个西方起的世界多好啊 你房子要想要天空就天空 你不想住房子就不见了 根本都没有很清净的 你看这个房子很麻烦 一直走在那边 那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那以后你的前途不是麻烦 是蟑螂 这个道理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希望大家 我们这个佛医非常难得 能够 能够 蜿蜒放下 把你的精神 你的意志 集中在这一句 然后呢 搞清楚 我自己要做什么 今天 你舍不得 你也要放 你放不下 你也要放 为什么 总有一天 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间 你对他的留念 你就是在六道里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人天的时间短 三恶道的时间很长 所以大乘佛法里面 告诉我们 人多三土五千节 这个你要明白 这个道理啊 今天能够遇到净土 明白事实的真相 那你要好好珍惜 你看金刚经 有一句话 释迦牟尼佛 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因为他对事实的真相 了解透彻的明白 才告诉我们 一切有违法 下面呢 大家都会念 你们做得到 没有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事实的真相 你走到哪里 你活得很快乐 你活得很自在 人家怎么批评 怎么样骂你 怎么样侮辱 怎么样来毁谤 或者人家看到你 或者你看到不喜欢的 你讨厌的人 你就是过得很幸福的 过得很自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因为我心里面只有想要了生死 出三界 我不是要跟他永远在一起的 我要找到一个解脱之路 谁也挡不了 只有自己的业障 挡了自己的路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好好认真努力 用功 希望大家在这个佛义当中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精神 集中 这个预志 集中在这一句阿弥陀佛 我相信今天以八观灾界 加上我们念佛 你的心会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